当播篮球快信 星期五早早 WNBA常规赛继续上演 阳光将座阵主场迎接水星的挑战 两队在星期三完成过一次较量 当时阳光大胜水星 阳光在重返胜轨的同时送给水星连败打击 今场双方再度交手 当然看好阳光成胜最激 阳光目前稳居联盟前三甲 而且已经提前锁定季后赛资格 球队接下来的任务 就是争取在排名上更进一步 为季后赛取得更加理想的对阵优势 毕竟阳光现在 只落后申前的王牌和天空 分别是一个同两个胜场差 在常规赛还剩五场的情况下 阳光肯定不会就此躺平 要知道阳光今季主场作战录得11胜五和 胜率高达68.8% 庄基尔中斯 艾丽莎汤玛士和迈迪 邦娜等阵中五名球员的军场得分达到双位数 尤其是庄基尔中斯和艾丽莎汤玛士 军场重致小贡献八个蓝板球 他们两位在蓝底的攻防两端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上场常规赛主场迎战水星 阳光全队总共有八人得分 当中多达七人得分上商 其尽攻端呈现多点开花的模式 这次双方就地再战 阳光有望成勇在下一城 阵容方面 后卫比亚下特利同罪 汤玛士因相缺陣 水星只有13胜18负的成绩在手 球队依然徘徊在季后赛门栏附近 他们还未能够锁定季后赛资格 在常规赛剩余赛程 已经不多的情况下 目前还有梦想和自由人等队 和水星一起冲击季后赛资格 在上场作客输给阳光之后 水星今季常规赛作客战绩来到4胜13负 他们是整个联盟作客输球场次最多的球队之一 只是好过战底分子狂热 星期三面对阳光 水星全队投射命中率比对手少了10% 还有蓝板球和助攻方面的差距都达到双位数 水星输球可以说是一点都不冤 而且阵中只有苏菲金陵涵和迪坚斯等三人的得分上商 他们的火力点实在太少 最为不利的是 双方最近五次交锋 水星全部输球 球员难有信心可言 水星这次依然难逃继续失利的厄运 阵容方面 中风格莲娜和后卫基亚纽斯因各种原因无办法出战 M直播是澳门球迷必备的应用程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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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